应世卫组织方面请求,中方决定向实施计划提供一千万剂疫苗,主要用于发展中国家急需。 这是中方促进疫苗公平分配,推进国际抗疫合作,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优异重要举措。 世卫组织已开始审核中国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。 中国企业将继续积极配合,希望世卫组织尽早完成这项工作。